現在畫面右手邊看到的捷運出口是東門捷運站的6號出口 在馬路對面看到的是永康街 也就是永康商圈 我們的所在位置剛好就在信義路跟連雲街的交叉口 連著信義路繼續往前走約4分鐘可以抵達大安森林公園 如果以信義路為界左側這邊是中正區 在馬路對面永康街那個區塊則是大安區 今天我們要看的房子是位於前面這一大塊 淋漁街商圈的一個6樓蓋的滑下 6樓蓋的滑下 我們一直迎著淋漁街進來 現在看到前面在新建的這棟建築叫根玉 它是13樓蓋的一個都根岸的產品 再把畫面帶往左手邊的淋漁街75巷 沿著這邊一直往淋漁街走 這是東門市場早市最熱鬧的區域 接下來我們繼續沿著淋漁街65巷往前走 這個區塊的學區國小是信安國小 國中是金華國中 它是以八卦形的形狀作為設計 早期是以日本觀色為主 在我們這個區塊大部分都是6米的單行巷道 如果第一次進來很容易迷路 一般的外車比較少會走往這條巷子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淋漁街63巷 那再繼續準備右轉 從我們東門捷運的6號出口步行到我們 要看的61巷的房子的步行時間約莫是4分鐘 現在我們已經抵達了我們的建物樓下 左手邊這一條巷子呢 是蓮雲街26巷的22弄 大家要看的就是位於馬路對面這個 6樓蓋的雙拼的滑下 我們要看的是2樓右手邊的這一戶 接下來我們先把鏡頭往右手邊帶 我身後這一個 約末1500多平方米的這個 綠色公園呢包含機車停車位呢是國有地 面積蠻大的約1500平方米左右 接下來我們準備前往我們的建物室內去看 在進到我們1樓之前呢要先經過4格平緩的階梯 我們約於民國61年左右完工新建的一個建案 那因為目前電梯的使用許可證的期限借滿 那還在等待台北市政府去頒發合格新的一個許可證做使用 暫時電梯呢無法做使用 我們可以看到在我們的小公梯間的部分呢都有我們 滅火器的擺設 接下來我們已經準備來到我們的2樓的小公梯間 我們可以看到在樓梯間的部分呢有兩扇大面積的開窗 再來電梯呢則是被左右的逃生梯間做包覆 接下來我們準備進到我們的房屋室內去看 首先你進來房子室內呢看到是我們的客廳的部分 右手邊是我們客廳的開窗朝向林移街61巷 是一個6米的單巷計畫道路 這邊的坐向呢是朝向東北側 我們先來看客廳外面的窗景 像在對面看到這棟七樓蓋的建物呢叫做安家6億 是一個小基地形的建案 在左手邊的空地剛剛有提到是一個1500多平方米的一個國有地 那我們把鏡頭伸回來 在我們電視牆後方的是我們的主臥 那左側這邊是我們的開放式廚房 以及後面的房間跟客位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先通過我們的 客廳的區域 先來看我們的主臥室的部分 現在我們準備進到我們的主臥 主臥的開窗面呢跟客廳一樣都是朝向東北側林移街61巷的方向 比較特別值得說明的是呢在我們前面現在所看到這個這個區塊呢是原始陽台的位置 以境外推變成我們的室內的空間 然後我們把鏡頭帶回來我們的室內 再我們把鏡頭帶回來我們的室內 我們準備進到我們的主臥室的衛浴 我們這個房子是四面採光的房子 不然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我們的浴缸 泡澡浴缸的旁邊呢有我們的對外的開窗 跟隔壁林洞的動具呢約50到60公分左右 但我們可以從我們餐廳旁的 和室呢 可以看一下我們外面動具的感受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廚房旁邊這個透明玻璃的一個臥室空間 可以看到在現在右手側呢這邊還有一個可以放我們 衣櫃的地方 在我們準備把我們的鏡頭伸出去窗外大家可以看一下實際跟隔壁的動具 目測約50公分左右 接下來我們再把鏡頭移回來室內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餐廳中島跟開放式廚具的部分 目前在右手邊呢是規劃我們的洗手槽 雙口的瓦斯爐呢則是規劃於牆邊 那這邊左側呢是我們的中島式一個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我們現在看一下左側規劃的這一個衛浴的部分 這邊是原始的廚房空間 目前目前是規劃成我們的衛浴跟我們的洗衣空間 像這邊有個水龍頭是我們早期洗衣機放置的位置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在 前面這個區塊呢是我們天井針見的部分 那進去天井針見部分前呢要先經過一格的樓梯這邊有做稍微的墊高 那它的地板呢是採用木質軟墊的一個方式 包含我們的 熱水器 天然瓦斯表 都是放置在我們天井針見的這個位置 現在可以看到在右手邊的牆上呢就是一樣 那我們的 瓦斯的排氣呢也是通往我們的天井 現在我們把我們的鏡頭伸出去我們的天井看一下實際天井的大小 目前的大小呢目測約兩頻多左右 大家大部分都是把我們的 冷氣室外機的主機呢 放置在這個位置 在我們回到我們的客餐廳的區域 繼續往我們的房子的後側前進 剛才已經看完我們的主臥以及右手邊這個餐廳旁的書房的空間 接下來我們還剩下兩個房間以及右手邊的客位的部分 客位的部分一樣有規劃泡澡的浴缸 以及有一個對外的開窗 在浴缸的右側呢有一個淋浴的蓮蓬頭 是採用拉簾式的方式去做主個水氣的部分 再來我們先準備看我們右手邊的這間房間 在左側呢是我們內坎式的衣櫃 現在我左手放的這個位置 那在後側呢是我們外推沿平台增鍵的部分 那現在前面看到是原始陽台的位置 眼睛外推變成我們的室內的空間 我們先來看這個沿一樓平台增鍵的一個位置 他是目前規劃當我們的賽衣的空間 上面有看到我們擺放的賽衣感 有點像陽台式的一個規劃 空間呢約莫一坪左右 空間約莫一坪左右 在我們的外側呢有規劃我們的沙王做防蚊的一個動作 可以看到右手邊這個房間呢跟主臥室的大小差不多 他的開窗有兩面 分別是左手邊開向我們天井的開窗 我左手所指的位置 以及開往後側防火向面 西南面的一個方向 在右手邊呢是一整排的衣櫃 一樣前面看到這邊是原始陽台的位置 那我們先來看天井開窗這一面 再來我們準備把我們的鏡頭帶往我們的窗外 去看一下我們後側防火向的動具的感受 一樣我們有外推的鐵窗針劍約莫60公分 那跟隔壁後洞的靈洞的動具呢約莫目測有6米左右 這邊的朝向呢是朝向西南面 接下來準備去看我們的逃生梯間 在台北市有少部分早期的傳統的滑下呢會在我們房子的後側呢 規劃我們的逃生梯間 當然使用的機率不高 所以大部分可能會堆放一些平常用不到的雜物 以及可能會比較多的灰塵 因為平常不會有人去做使用 這是他蠻特別的一個設計的部分 萬一有發生一些比較公安的意外呢 可以利用這個空間做使用 我們的房子呢泛美大廈它的基地面積總共是504平方米 504平方米 步行到東門捷運6號出口的步行時間呢約莫是4分鐘 客廳的朝向呢是朝向東北 那分別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我們左側的主臥以及右側的衛浴 陽台的部分呢大部分都已經外推了